李敖 谈香港的今天是否就是台湾的明天 这个战中事件还在继续 你觉得北京会让步吗 北京根本不要理嘛 它高高在上网 它是交给香港总督来处理嘛 香港总督对方一紧一松嘛 反正你人越来越少 我一紧一松 可是你觉得北京会怎么处理台湾跟香港的问题呢 他就我讲了毛泽东门 我愿意等一百年 可是他等一百年可能我们想想看 一百年以后我们也可能占便宜啊 不一定你赢啊 可能我赢啊 拿出这个资料给你看 当年九七大县的时候 英国人都在香港 英国的外乡叫Cook 外交部长 可惜未早实现民主改革 未早推行民主 英国认错 为什么呢 你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年 你给香港自由 给香港法治 给香港文官政治 给香港英国文明 不给香港两件东西 第一个 总督直选 总督是我派的 对 没有 就特首不给你选 第二个 就是很明显出来了 就是民主没有 没有 英国承认不给你民主 一百五十年都不给你 你港仔不闹 现在共产党来了 你向那个铁板一块的共产党要 共产党会服气吗 所以你们故意别给我小鞋传吗 你故意闹我吗 共产党小气 邓小平当年预言说 一国两制结果以后 将来中国变得富强了 就不发生这些问题了 不会小是小气的 现在北京干的就是小是小气 为什么小气 你一做香港特首 你够不够资格要我来决定 你爱不爱国 我来决定 你凭什么决定 你爱不爱港 我来决定 你凭什么决定 小气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情况 就出现了 另外 就大家关心的问题 香港的今天是否就是台湾的明天 李敖表示 香港没有台湾好下场 因为台湾已经得到很多优惠了 大陆让你们保留军队 司法 只是把外交跟国防给大陆 其他不管你 然而 香港没有这么多自由 香港先天不足 离大陆太近 自来水不给你 你就没水喝了 所以就能把香港卡得死死的 现在我们是台湾的 我们可以去里面 下来 我们是台湾的